大晚上的 角色 你角色玩呢我没意见 要是你现在限制我人身自由 我是可以报警的 我还要报警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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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馋手机是吗 喂 喂 完了 穿帮了 你在干吗 我担心你心情不好 我也担心你嫌我自作主张 不想看见我 好 你是傻子吗 谢谢你啊 孙姨 对不起 就一句对不起 你就跟我没有什么想说 想解释的 就这样 你觉得我能原谅你吗 我没什么可解释的 我也没有奢求过 我得到你的原谅 那你这些年过得好吗 好 杨父母和妹妹 对我都很好 那你就不问问 我这些年过得好吗 孙姨 对不起 坐吧 坐下 如果你今天一见到我 就花言巧语 百般狡辩 祈求我的原谅 或者诉苦说 你这些年有多么多么的不容 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 你为太阳村做的所有的事情 我都知道 包括福利院送到家里来的那些慰问金 我也知道 其实你本来可以拿出来这些 告诉我你付出了多少多少 还好你没有 所以我宁愿相信小姐说的话 你做这一切 并不是为了求自己心安 老周美我看错了你 你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所以如果他在天有灵的话 他应该很高兴 好 好了 今天孙姨来吃了你这顿饭 你就把心抖的担子放下吧 好好去过你自己的生活 小景是个好姑娘 我今天可是看着她的面子来见你的 你一定要对她好 如果我知道你对她不好的话 孙姨可不会放过你 孙姨可不会放过你 孙姨她原谅我了 真的吗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可能这辈子 都没有继续面对的 我带你去个地方 我带你去个地方 我怎么还没来啊 小霞呀 她俩要是再不来呀 咱俩可能就得被冻死 不是你怎么对小苏姐喜欢沐总这件事 一点都不惊讶啊 这有什么好惊讶的 我老早之前就发现小苏姐喜欢沐总 只是她自己嘴硬不承认而已 还有我不光发现小苏姐喜欢沐总 我更早就发现沐总喜欢小苏姐了 他们俩双肩都很久了 不是 这些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你呢 要有一双善于发现唐的眼睛 是不是他们来了 是 一人一雄 没错 摇晃器准备 好嘞 时刻准备开火 这门在求过婚吧 什么年代了 还搞这种花 这是我为你准备的 我怕你见了孙怡之后不开心 我就说嘛 一看这花 我就特别开心啊 我一看人家表情都知道 你肯定觉得特别喽 我今天跑了一整天了 什么都找不到 我最后找婚前公司弄的这些 我也觉得特别喽 但是还有更喽的 想到 算了 不管了 今天 我要赶紧坦白一件事情 是 你不会给思想跟我求婚吧 没跟你开玩笑 好的 在之前 你得先答应我几个条件 好 我都还没说条件的 你就答应 什么条件都可以 说吧 听完了之后 你可能会生气 但你不可以不见我 不可以不理我 也不可以不此而别 这几点做得到吗 当然 我知道 你很讨厌别人欺骗你 骗了你我很抱歉 好 好 好 警方 就是 彼备 。